网络前的弟兄姐妹大家好 然后主日平安 还有现场的各位兄弟姐妹也是平安 然后谢谢小秋组长刚才的分享 我听了之后我觉得受益匪浅 然后也谢谢林牧师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来就是分享我的见证 其实我入教会是今年的2月16号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是我第一次来教会 然后呢 我当时其实也不明白 我来的原因是因为那段时间是 就是武汉的疫情非常严重的时候 然后我家是湖北的 然后也是在武汉周边 然后我家里是八位医生和护士 所以我当时非常担心他们 然后那时候也回不去 就是不能回国 那时候大家都封城了 所以我那时候个人非常的就是担心他们 然后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也是这个教会的姐妹 然后他就说你要不要过来 就是听一听主的话语 然后能够让你的内心比较平静一些 因为你现在别的办法也没有 只能就是去信靠主 然后我说好吧 然后我就来了 然后第一次来教会是2月16号的时候 那时候对就是神的话语什么的全部都比较懵懵懂懂的 然后当时就很多人就跟我讲那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里面的那句话 就说如果你信主啊就算你不信主的人大家也都是非常了解这句话的 但当时因为我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是说的是什么 然后在我记得非常清楚 2月22号的时候到要去一个姐妹家 就是去做客 然后我在2月21号晚上的时候我还在想 这个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到底是讲了什么 然后到了2月22号的路上的时候 我在地铁下了地铁的时候 然后就碰到了一个韩国教会的姊妹 然后走的时候他就传福音嘛 他就给我一个那个flyer 就是传单 对 传单 然后那个传单上面呢 正好写的就是约翰福音的三章十六节 我当时整个人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因为我昨天晚上 就是因为我就是那一天的晚上 正好在想这个东西是什么 然后他是用英文写的 然后这个我想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神爱世人 然后将他的独生子赐予我们 然后就是就是如果说一切信他的 大家就会得永生不知灭亡的那种 我当时我就想说 我说就是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这是真的发生了吗 然后我就把这个事情跟我的那个姐妹 就是到他家去做客的那个姐妹 我就跟他讲 我还把那一张传单给他 我说我昨天正在想这句话 今天就收到了这句话 我就觉得好像是 你想就是刚才小秋姐妹讲的 就是组长说 你祈求什么他就给你什么 你去扣门他就开门 就是我就觉得真的 当时我就是全身都是一个机灵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 慢慢的就是一个 开始真的去相信 主的这个过程 然后到了后来就是我们呢 就是因为我是小秋组长下面的 然后到了大概一个月 来交货一个月左右 我记得是到了3月17号之后 大家就全面在家了 然后我3月17号的时候 我就开始在家 然后我们就开始那个小组聚会 小组聚会呢 我是在那个副组长蔡成立的下面 然后用微信在聚会 就没有在line上面 然后在微信上面聚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 就是副组长就要求我们分享一些 圣经的故事 因为教会里面很多都是 刚来的兄弟姐妹 有一些就是对整个的 都不是很了解 整个圣经讲的什么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呢 大家就说那我们先从 分享这个故事啊 你觉得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故事开始 然后我第一个分享的就是关于那个 就是那个 国内的春联的那个 就是为什么它是红的 它其实也是圣经里面 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 它为了就是躲避死亡 The end of death 那个死亡天使 所以就要求在它的门栏上全部涂那个阳血 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觉得 哦 原来是这样 然后我 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 我分享这个原因是因为我在丰盛的生命的 第一节课的时候就 有传教给我讲这个故事 然后回去之后 后来我就跟我妈在讲这个故事 我说 我说妈你知道吗 咱们春联是这样来的 然后她说 然后她听了之后她就说 原来是这个意思 因为她国内的一个玩得很好的闺蜜 也是在信主的 但是呢 她们呢 就是没有怎么分享故事 然后我跟我妈分享之后 然后我妈说 回头我也给她讲一下这个故事 就是说 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不自觉的去传这个福音的东西 因为你听进去了 所以我就觉得 就是在生活中不知不觉地说出来了 然后下一个分享就是 就是这个得救的见证 就是今天 在之前我刚刚来教会不久的时候 然后牧师也好 传道也好 他都说让我们要多读圣经 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晚上的时候 每天晚上读个大概八章左右 就是八小节左右 然后 那个时候因为还有工作嘛 就每天晚上拿一本圣经中英文对教 然后听一下 但是有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我每次读了之后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觉得 有东西盯着我在看 然后 然后我 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刚来教会嘛 然后没多久 然后我在丰盛生命课上就跟传道讲 我说 我说我晚上只要是念了经 我就睡得非常的差 就感觉有什么东西在暗处盯着我在看 然后那时候传道就说 你有跟牧师说吗 我说我还没有说 然后他说 他就说下次你跟莉莉牧师或者是跟林牧师 随便哪个牧师 你就跟他去说一下 你可以做那个意志释放嘛 然后我就说 好 然后我后来我就跟莉莉牧师提过 但那时候我记得我提的时候 已经是在上网课了 就是在丰盛生命是在网上上课了 那时候 我是在 就是 大家就是背完书之后 被那个新约之后 然后我就说的 我说我有这个问题 然后 然后莉莉牧师就说 现在这个时间也做不了意志释放 就是也来不了教会 大家都不能聚会 然后后来 后来我又一次 就是也是因为两个牧师是交换上那个风生生命课嘛 我也跟林牧师也提了这个问题 然后后来我来教会就是上上个星期天的时候 然后林牧师就说 那可以 现在可以安排做那个意志释放了 因为我是在听那个林牧师每天周日上午的主日的这个分享的时候 他说 他说现在有姐妹开始做意志释放 然后我就想 可以开始做了 然后我就跑来跟林牧师说 我说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下 因为我是从小到大是一个非常喜欢看鬼片的人 就是市面上没有什么鬼片我没有看过的 就是那种 然后当时林牧师就问他说 你是不是之前还拜过什么偶像啊什么的 我说可能多多少少都有吧 国内的那个环境长大的 什么算命啊 然后佛啊 就是乱七八糟的都是 都会有去 就是静庙拜神嘛 就是那种 就是大环境下 然后我觉得 然后就找到了这个 为什么我每次念经之后就会出现 晚上睡不着的这个 这个就是睡得非常不好的这个原因了 就是一 我是拜过偶像 第二是因为我非常喜欢看这个恐怖片 然后林牧师就说 这个恐怖片你看了之后 它会有不好的那个污秽的那个东西 就会被你自己吸引 所以我想确实是这样的 然后林牧师就说 那这样吧 他说反正你也马上要受洗了 然后这个受洗呢 它之前有一个那个 那个了结过往之后 就会有一个 就是一个小 就是小规模的一个移植释放 然后你先听这个 如果你听完之后 你觉得没有效果 或者是效果不够 我们再来做这个移植释放 然后我说好吧 然后上周的时候也就是上周 我从早上开始我就没有吃饭 然后林牧师前天还在问我 他说你是故意没有吃饭的吗 就是我说我其实是怕我真的会吐 所以我那天我其实是从早上十点开始听这个主播的课 然后听到下午 就是下午上完了所有的课之后 然后到了那个了结过往 然后开始讲 然后我就看 我在网络上我就看到林牧师在那里念 然后还有莉莉牧师一边走一边念 然后我在想 然后林牧师当时还说 说大家姊妹要拿一个袋子出来 说可能会吐 我心里还在想 有这么夸张吗 我在想怎么会这么夸张呢 我说我是一个从来没有吐过的人 就是用手放在喉咙里头去催吐 也吐不出来的人 我说不可能的 我就没有想到 但是我想说 反正手边也有个垃圾袋 我就把它拿过来了 然后开始念的时候 就当时那个气嘛 从那个肚子开始就一直往上 就一直一直在 就是那种打嗝 那种很大的那种嗝 然后过了一下 然后就大概念了 没有两分钟 我就真的吐了一口水出来 因为我那天都没有吃饭嘛 我就吐了一口水 而且我早上 那个水还是那种 就是我喝的那个葡萄汁 你知道吗 然后吐出来 好吓人的 看起来有点像血一样 然后我就吓坏了 然后到了这边来 就是休息的时候 我就跟林牧师说 我说我早上吐了 我说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我吐了之后 整是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因为我是一个 从来都不会吐的人 然后那之后我就 突然之后就觉得 整个人就非常轻松 所以 所以我想跟大家讲的是 我的见证就是 我去相信这个东西 然后在我信主之前 我是一个非常非常 喜欢看恐怖片的人 然后在我信主之后 它是有一个过程的 就是慢慢地少看 因为你害怕晚上的时候 慢慢地少看 然后当我真的就是做了这个 了结过往一致释放的 这个过程之后 我就恐怖片看了 就直接过 直接过 从来就没有再去看了 想都不去看这个东西 因为不想让 就是因为我记得 林牧师说得很清楚 就是 你 就是你清空 应该 应该是 应该是说 你清空了你内心 就是你想让圣灵进入之前 你把你自己清空了 但是你让圣灵进去之后 就是这个鬼离开了你 这个污鬼离开了你 但是如果你自己不坚持的话 不让这个圣灵充满你的 整个身体的话 那它可能会带七个 更恶的鬼回来 所以我就不敢再看了 我也 我也不会再看了 就是我的见证 感谢主 哈利多亚